太棒了 这不就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签试一下 签试一下 签试 去多久啊 三个月 三个月 那三个月你在美国会想我吗 我会想念这个 死鬼 不过说真的 我不想跟你分开三个月 我也不想 我现在已经每天习惯了 惹你生气 习惯我每次向你认错 习惯你每次都会原谅我 所以我现在非常不习惯 你不在我身边 所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有办法还不快点说 来 我的公主 坐在这里 我的公主 明明 跟我去美国吧 沈先生是上海本地人吧 是 原来我们家住在复兴西路那边 您是上海人吗 不是 四川人 你八零号 师弟 这么小啊 这是跟冰冰在一起玩的节奏啊 我和念琴是同一个年代的 那这么看我们之间是有态度的 开玩笑啊 你说我们这些男人吧 五十多的 涨四十多 四十多的 涨三十多的 那三十多的 肯定就得涨二十多的了 但是上了我们这个岁数呢 就希望能合得来 没有代沟比方最重要 那些找年轻人玩刺激的 都是像沈先生 这样有经历的年轻人干的事 年轻真挺好的 是吧 年轻 那肯定啊 年轻当然好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这两个人合适了嘛 年龄无所谓 如果呢 要是看着年龄长人 赵总 那说明你已经老了 不自信喽 是谁 把你送到我身边 只是我用我身边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你永生黑白 我们一起去美国 我们一起去各地参加巡演 到时候 我会在台上唱歌跳舞 我希望我在演出的时候 一抬眼 就看见了 到时候我们可以 一起唱歌 一起跳舞 一起嗨 我们不演出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各个地方去旅游 我们可以去阿拉斯加看大北极球 还可以去亚历桑那州的大峡谷里面看星星 还有 我们还可以去 最美的加州一号公路上面狂飙车 还有 佛罗里达爬鱷鱼骨塔 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婷婷 跟我一起去美国吧 跟我一起去美国吧 詹姆斯 你的这些想法真的很美好 好想跟你去实现 可是我不能离开深海 为什么 你知道我妈妈现在的处境很难 我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抛下她不顾 就是你妈妈 为什么 你妈妈无处不在 我到底是跟你妈妈谈恋爱还是 跟你谈恋爱 詹姆斯 我可以跟你一走了之 可是我心里不会快乐的 可是如果你不去 我也不会快乐 对不起 詹姆斯 彬彬 为什么爱你这么累啊 之前有小白 现在也有你妈妈 之后还会有谁 爱你真累 我看你确实是累了 你累得连撒个谎哄我都不行吗 我为什么要撒谎 对不起 詹姆斯 没关系 你回去陪你妈妈 我没事 那我走了 我真走了 我跟你说 你觉得她就是 你准备清楚了 你觉得她全部都不下来 你不准备清楚了 行吗 你吃点 certificate 我 discourte我 你吃点几菜 我吃点几菜 你吃点几菜 我自己敬你就行了 没看到本丝 看来我想的当会不怕是这样 你还是算了吧 一定要记住把衣兵送回家 放心吧 辛苦了 再见啊 晚安 再见 游戏没戏 肯定游戏 沈先生 可以啊 你是掐着点儿来的 那当然 不然的话你这戒指不就掏出来了吗 怎么 我这念情你很不高兴 不高兴倒不知名 我只是觉得呀 你没戏 你们理工男都这么不会聊天啊 你偏盖全这可不是一个好律师的习惯 我怎么就没戏了 说给我听听 这枚戒指 我可是在伦敦定制的 画了五十几万呢 担倩确实拥肃了点儿 但是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 还是想救门档户队 是是是是 但我听说上了年纪的人 腰都不太好 我腰还行 好 那就好 那就好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 你可能不太了解何年轻这个人 因为职业的关系 他几乎对所有的人都面面俱到 考虑问题很周确 但是这样呢 也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 其实这么多年来 他拒绝过很多追求者 当然了 比你年轻的人也有不少 但是结婚嘛 光有腰是不行的 毕竟过日子 并不全都靠腰 是是是 但是 钻石 送得出去才行啊 说得对 御人就跟下棋一样 棋逢对手 才有意思 行了 把我搁在这儿就可以了 谢谢啊 谢谢啊 开心 谁说我要不好 少女妈妈 怎么样啊 什么样啊 打屁离死 怎么样啊 我请老师交代 到底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 听说你和小赵旧情复燃了 你从哪听到的这些 不负责任的八卦啊 不能听信 你别蒙我了 有人已经告诉我了 今天还是小赵送你回来的吧 难舍难分 难舍难分 妈呀 现在她是我的代理律师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附加的也是朋友的关系 并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啊 别添油加醋 我说念情啊 别把关系撇得那么轻嘛 你们俩又不是没爱 过去是 我倒觉得小赵性格稳重 当年你为了彬彬和她断了 我还觉得挺可惜的 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说起来吧 她身边抓抓一大把的女孩子多了去 可是她还没结婚 为什么 说明她心里有你呀 我还感觉她有过一段婚事呢 对对对对 但是只有一段婚事 病起来 没有孩子 妈妈 去哪里 去哪里啊 念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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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烦了 别烦了 你们跟着我干吗呀 我就是想告诉你啊 赵叔叔人真的不错 而且对你一往情深 关键是身体也很好 从背面看根本不输詹姆斯 你还有什么可等待的能力 你就别管了 干吗啦 脸红了 你害羞啊 我 累了一天了 你们都出去吧 让我睡觉吧 我好累啊 说不定没事了 赶紧自备 是啊 挣再多的钱 事业再好 没有家庭有什么用呢 念情 我觉得小赵人挺不错的 你咬咬咬地抓住他 你们俩合适 对对对对 外婆 我也好喜欢赵叔叔 人真好呢 我肯定支持 我也支持 你们一唱一鹤的 想把我嫁出去 是不是嫌我碍眼呢 还是嫌我烦呢 不是不是 你不要着急嘛 我和冰冰都是为了你们俩好 冰冰 好 你想嫁给詹姆斯 所以要把我赶紧地丢出去 这个话说的 我结不结婚 我干吗非得先把你给处理出去啊 再说了 这么多年我没跟你介绍的其他男人 行了 我跟赵一斌呢 我一点半点的心思都没有 我跟他就只是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呢 就是朋友了 你呀 跟詹姆斯的事我不管 我的事你也别管 安吉拉的事你也别多嘴了 我没有到处来说 我只是跟他的律师说了 也不行啊 有什么不可以的 马上都一家人了吗 干吗 看你羞的 我知道 你现在正在上演野百合 傲娇野百合也有第二生天 什么呀 等等 你染痘痘了喂 你上火了你要拜火啊 你说什么啊 哪里有火啊 你出去出去 拔死我了 你再拔死我了 拔死我了 你以为你也大眼会有了 出去出去出去 这样说我 有痘痘吗 哪里有痘痘啊 并没有啊 我皮肤好得不得了 哼 快溜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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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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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点说吧你 是 我郁闷透了 又跟冰冰吵架了 我纽约玩乐队的朋友 邀请我一起去参加全国的群演 冰冰本来答应我一起去的 他现在又反悔了 他还是放心不下他的妈 这真是一对伟大的中国妈 不算是见识 那我得恭喜你啊 开始了解中国人的家庭观了 这 中国人的家庭观 就是谁都可以对别人的生活 乱插手 你想想啊 他妈一个人在家 就出了这种事 明明怎么可能抛弃他妈和你去美国呢 明明是个好姑娘 可爱留下来有什么用啊 除了添乱 是 我求你了 赶紧出马吧 你小惹上我啊 来 是 你说 我 我丈母娘单身那么久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 她在等你啊 真实的啊 你太会说笑话了 你还有心情跟这些铁家伙较劲 你赶紧去把我丈母娘拿下 当我的爹地 这样 我就能和冰冰一起去美国了 不可能 你在我面前你还装什么呀 跟她表白了没 没有 我的天啊 你这简直是 十四集无下限的循环播放啊 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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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练了 爹地 爹地 我得把我成功的秘诀交给你 来 来来 你站在这里 得这样 半夜的时候 风穿不进去 大声地跟她说 我爱你 我这个时候 她会寻晕 在法庭上 看见安吉兰看我的样子 就想起 她以前的笑秘秘的样子 现在 就变成仇人了 你再提安吉兰 我可不奉陪了 靠满老子里面都是安吉兰 对 别说了 找一丁和沈方舟 就在为你擦架了 他们就像大学生 太可爱了 何念琴 好妒忌你啊 你 你这桃花月也配好了 要不然就一个没有了 要不然就一次来俩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这沈方舟对你有意思了 你还不相信 怎么样 你现在是要食途劳马 还想吃您豆腐啊 你知道的 我是排斥姐弟练的 年龄相差那么远 我躲都躲不及呢 还有啊 我怎么跟冰冰 还有我爸爸妈妈交代呢 我呀 还要这张脸见人呢 那你就是讽刺我的 少带点啊 要脸有啥用啊 幸福就好 还凭什么那些二十岁到七十岁的男人 就能跟二十岁小姑娘好 而女人一过四十岁 谈个姐弟练就说是不要脸 再说了 管他什么年龄相爱就好 趁着你现在还爱得动 排场轰呼吁裂的 说得那么容易 你呀 就只管浪漫 我 可是已经过了 二座梦的年纪了 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啊 你管死我了 半个月了 安德拉的微博一直都没有更新新的消息 倒是陈子昂的微博动静不小 她不但跟飞飞取消了互相关注 而且她把过去两年里 跟飞飞互动的微博全部删除 她这是对安德拉表忠心的 不仅取关了飞飞 把所有关注的女粉丝 女艺人 女作者 反正是女的 她都取消了 真会来事儿 你们有没有想过 有关安德拉工作的事情 秦姐 上回我们谈的啤酒 最近一直都在力推五酒精的国为啤酒 主打的是都市白领女性消费者 希望安德拉做代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押注分会 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正式的署名邀请 希望安德拉能够帮助推广面向押注金少年 抵制酒精的宣传活动 啤酒就回了吧 但是公益活动可以多接一点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修补安德拉的公众形象 秦姐 即使我们胜诉了 安德拉也不会跟我们公司续约了 她也就剩半年的期限了 你为什么在她身上花这么多心思呢 这半年咱们一定要血藏安德拉了 不然以后别的艺人怎么管理 我明白大家的感受 可是如果安德拉她真能回心转意要回来了 我们还是要去帮她工作的 安德拉可以放弃我们晴天夏 但是我们晴天夏不可以放弃她 而且我得提醒你们一句 我们经纪公司是服务艺人的 就算艺人走了 晴天夏这杯茶也不可以量 你们自己想清楚 好 你们自己想想吧 喂 何总 我是医院的何教授 安德拉来检查了 什么情况 前天吧 安德拉突然来个电话 说是月经失调 来做个检查 平时不是你 就是她助理来约时间的 当时我就觉得可能有些问题 昨天她来了 一个助理都没带 抽了血 验孕 验孕 对 她已经怀孕七周了 真的吗 今天早上 我跟她本人通了电话 她在家里 用燕云帮又演了不回又错的 怎么会这样呢 那她的身体情况现在怎么样 具体情况还没检查 但是我看她的气色和身体状况 似乎不是很好 这个傻孩子 谢谢你啊 何教授 你愿意告诉我这件事情 这可是大事 这件事要不要告诉你我犹豫了半天 这毕竟是安德拉的隐私 但是我知道 你一向把她当自己的孩子看 虽然现在在打本子 我想你对她还是有感情的 就怕安静了年轻处理不好 所以希望你跟她好好地谈一谈 谢谢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好好跟她谈的 这件事并没有其他人知道吧 没有 我是亲自去化验室取的化验单 连名字都是假的 谢谢你啊 你想得太周全了 我理解你们的苦衷 谢谢 要是这件事传出去的话 会对她的名声造成很大的损失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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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了 我在贺院长那边知道了你的事情 我很想很想见你一面 你能告诉我你在哪儿吗 安静了 你叫了我爸你的亲妈 我真的把你当成我的女儿 我很想跟你见一面 我想跟你聊一下 我让小白把地址发给你 您找谁啊 安静了 陶有人找安静了 让他进来 好 进去吧 我先回来 你不想把我干扣 你不能把你和我做的 你不想不想要 你不想要不想要我 我能不能让你吃过 你不想要不要 你不想要不想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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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勒 贺总 请吧 安德勒 换去了 你没事吧 你能把这个斗笠摘下来吗 你决定 要把那些照片买回来 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怀孕了 这都不重要 你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啊 当然了 这是我跟子昂爱情的结晶啊 那陈子昂呢 他是不是想跟你结婚呢 他说过他会的 他说过他会的 我相信他 我跟他还有孩子 我们三个未来会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不管他现在跟不跟我结婚了 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安德勒 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未婚生子 你知道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有多少人会给你白眼吗 你在冒险 你用你的未来 在冒险呢 人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二十多岁的我 就算是一朵鲜花 也不想永远被束缚在玻璃屏 我是冒险 可是我是为爱冒险 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做过吗 你意外怀上病病 你要退学的时候 你妈妈是不是也跟你说过现在同样的话 难道你后悔了吗 我不后悔 我真的没有 相反 我很感谢老田爷 他把冰冰给了我 是冰冰塑造了今天的我 我也相信我肚子里的宝宝 是老田给我最美的理由 未来不怕多苦 就算是跪着 我也会把自己的路走完 不跟以前的你一样 不一样 当年我有周震都爱着我 子昂你爱我呀 我真不想说一些现实的话来伤害你 可是我真的想让你去面对现实 陈子昂要是喜欢你 要是爱你的话 她怎么能现在跟那个菲菲 别说了 别说这些 就算是我疯了 傻了 陈子昂现在不爱我 我也要抓住这次机会 把这个孩子生效了 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这个孩子 会成为我跟子昂之间 牢不可破的纽带 所以我不会放弃 永远不会 十六岁的时候我问你 爱情是什么样的 你说爱上一个人 就要接受他的所有 好的 坏的 光明的 黑暗的 所以不论子昂现在怎么对我 再给我多少伤害都会忍 我爱他 永远 你知道我现在 有多心疼 爱去了 你爱得太苦了 要不这样吧 我跟你一起去剪草 好不好 我跟你一起去跟他谈一下 用不着 我只是跟他说 让他不要让你做一个未婚妈妈 让他负起这个责任 我不会说其他的话 我只是劝他而已 你让我跟你一起去好吗 我说了用不着 你父母把你交给我 我不能对不起他们的 不要跟我提我父母 你不要再想关我任何事情 你知不知道 何念晴 你让我自己做一次主吧 我在心里演过那么多 不同人的人生 我生活中了 我自己一次都没有生活过 你就让我自己单独 面对一次自己的人生 就算是错的 我也心甘情愿行吗 行 我尊重你 你的人生 是应该你自己走下去的 只是我希望你答应我 不要伤害 爱你的人 保重 可总 可总 小白 答应我 好好照顾安局了 跟以前一样 都有 对 好 好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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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赢了 我们赢了 这是我刚拿到的法庭的判决书 安吉拉败诉了 法院判我们赢了 我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一斌 你先坐下来吧 这次辛苦你了 对不起 我想跟安吉拉提前解约 我应诉 不是我想用这个官司 来控制安吉拉绑住她 而是我希望 可以用我的方法 来挽回她 不要眼睁睁地 看着她掉进坑里面 念琴 我非常理解 你对安吉拉的一片深情 你心疼这个孩子 但是 从我的专业角度讲 等一下 先听我说完好不好 我一直以为爱一个人 是应该扶着她 保护她 不要让她跌倒 原来我是错的 有一种爱 叫放手 放手 放手让她 走出她自己的人生 毕竟人生是她的 所以 这场官司 谁赢谁输 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意义 对不起一斌 我知道这场官司 你付出了很多 可是我真的 想跟安吉拉和解 好 那这样 我帮你一份 提前解约的合约吧 谢谢 对不起 谢谢大家 我想你们 可不可以先出去 我想跟安吉拉 单独说几句话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拍戏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 当然记得了 一条拍了二十几遍 害你一直跟导演抱歉 还有第一次拍吻戏的时候 清场你就是不走 非要盯着人家男演员的嘴 看她做没做清洁 害得我们一直笑场 那是应该的嘛 要是她脏怎么办啊 而且最后 我还不是让她清洁了吗 还有冰冰 她是最搞笑的 她出国前去横天探班 非要跟在我后面 演个小宫女 那戏真兆很大的 我辛辛苦苦地 跪在前面哭 背了两页纸的台词 她大问题一打 现场直接爆笑 她就一直都想破碍情绪 最后我和她一起被导演骂 所以啊 我跟她说好了 以后不可以再去现场捣乱 我走了 我走了 嗯 走吧 不过以后还能回秦天下吗 傻丫头 秦天下永远都是你的娘家 行吗 好 好 快点 好 好 有恨 怎么 谢谢 你还好吗 挺好 安静了的事我都知道了 你就别提我的伤心事了 最近第一次看你那么早离开公司回家 你跟踪我了 没有 你别误会啊 因为前一段时间一直很乱 其实我有很多话 都还当面跟你好好说说 念情 别叫我念情 肯定没有好事 谢谢你的咖啡 你干吗 工作呀 和念情是哪位 鲜花 我是和念情的助理 给我吧 谢谢啊 好漂亮的花呀 这谁送的呀 今天什么日子 肯定是一位追求这个日子 你看 这还有卡片 我正好要去找秦姐 我帮你送过去吧 你去吧 谢了啊 这些都是我们公司新选的艺人 你看一下 好了 你可以出去了 好的 你去吧 秦姐 这么大一束花 谁送你的 是人家送给你的 谁送的 秦姐 谁送的 是不是你的追求者 不是啊 一个小屁孩 放进去吧 好 唯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